且此事宗门内因孟浩的一个月给答复 而后却始终闭关 所以海界九妖将其传遍宗门 知道的人太多了 赤发老者冷眼望着孟浩 对于孟浩这里嘴皮子的功夫 他很是厌烦 也又不能不承认 孟浩在介事这方面 有异于常人之处 甚至可以说 他就从来没见过能如此介事之人 无论是之前还是现在 他只需要一巴掌就可将孟浩拍死 可却不能做 孟浩那边仿佛有种天赋 可以利用一切错综复杂的关系 来将比他强大之人一层一层的缠绕 各方制衡不能动手 这种感觉让他觉得仿佛有无穷之力 却无法施展 他却不知 孟浩踏入修真界 败入的第一个宗门 叫做靠山宗 那宗门内的靠山理论 早已在孟浩的内心根深蒂固 人生在世 用一切办法 一切手段寻找靠山 虽然并非真谛 可在自己还没有足够强大的时候 却是一条真理 赌约是你与龙天海个人之事 你若输了交出序列 而现在把龙天海送出来 赤发老者已极为不耐 话语回荡时 孟浩双眼突然露出寒芒 看向了赤发老者 龙天海先不说 老祖 晚辈这里想问问要修一脉 你们是修士吗 你们知道修士的机会吗 你们与我地久山海的修士是什么样的关系 是否只要不是要修一脉 都可以被你们随意杀戮啊 你们恨我 此事没关系 可以对我出手 我反抗之下 是生是死 与旁人无关 可老祖你告诉我 你们要修一脉 这又是为什么呀 孟浩话语间一排除无袋 立刻除玉烟的身影出现 被孟浩一把扶住 他的面色依旧苍白 闭目昏迷 身体虚弱 楚楚可怜 他是我故乡的好友 败入昆仑道 如今是昆仑道的弟子 可你妖修一脉 为了对付我 居然将他擒来 命在旦夕 更下了剧毒 九海神界的道友 如果你们的亲朋 被人如此折磨 以此来要挟你们 你们能接受吗 什么是修士的机会 什么是修士的大忌 就是此事啊 若人人如此 修真界必定大乱 今日因我招惹妖修 被妖修 禽杀亲朋 明日其他人招惹了妖修 也一定会被如此 这般循环 我被修士谁能忍呢 孟浩声音传遍八方 立刻这四周所有的修士 全部心神一振 这是他们首次知道孟浩的事情 一个个看向楚玉烟时 全部内心震动 如孟浩所说 如果此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很快的 就有不少的九海神界的弟子 看向妖修一脉时 露出了阴冷 甚至还有不少妖修 也都是神色变化 他们不知道此事 这种事情 在修真界虽屡有发生 可却是几乎每一个修士 都最恨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亲朋 都有挚友 都有仇戏之辈 若一次无事 那么日后很有可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妖修一脉 要给我一个交代 龙天海必须死 序列 你们也不可能拿走 而这赌约 我就算输了 也要给我一半的鲜鱼 这就是交代 孟昂说到这里 退后几步 来到了一旁的老玉的身后 经过这些时间的恢复 此刻的孟昂配合永恒境界 已将修为恢复了七七八八了 赤发老祖面色难看 有关楚玉焉的事情 是他当初同意的 原本一切按计划 此刻的孟昂早已经死亡 楚玉焉的作用结束 一切都好化解 可谁也没有想到 孟昂在那样的杀结下 竟还能逆转 四周沉默 那些九海神界的修士 一个个看向妖修一脉时 目中已带着质疑 孟昂的话语 他们有自己的判断 妖修一脉也大都沉默了 可还是有人讥讽 不承认此事 大势为重 如风界开启 还有半个月 就在这时 半空中的神师淡淡开口 声音传出 回荡八方 谈叙烈是音 此后一切事皆为果 赤龙无灵两位道友 如风界开启 进入其内的名额 你们可增加一人 此事作罢 让孟昂完成赌约 一切如他所说 二位 意下如何 神师看向赤法老者 以及不远处 另一个妖修老祖 神师既已开口 此事如此也可 但序列可以不算赌注 若此子有本事 九座金门石碑 都是前十 三亿仙玉 我要修一脉 还是拿得出来的 可若此子达不到 仙玉 一枚都没有 短暂的沉默后 赤法老者深深的 看了孟昊一眼 今日之事 孟昊这里给他 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这一眼看去 如要将孟昊牢牢地记住 这才冷横一声 缓缓开口 他明白 有九婆 神师 以及凌云子在 妖修一脉 不能撕破脸 且此番事情 的的确确是 他们妖修一脉失败了 最重要的是 他们的失败 使得宗门内 另外两股势力的 男女道敬 也都起了 其他的心思 内心一叹 随着赤法老祖的话语传出 那无性 要修老祖 也缓缓地点头 神师看向孟昊 孟昊双眼 微微闪动 知晓 自己能将局面 发展到这种程度 已是极限 若是继续纠缠下去 反倒不好了 可内心 对此事 依旧怒意难消 虽然点头 可却当着众人的面 直接将龙天海 从储物袋内取出 掐住龙天海的脖子 孟昊狠狠一捏的同时 左手默然伸出 刺入龙天海的胸口内 在其颤抖的挣扎中 在四周众人的目光里 孟昊直接将龙天海 化作的海龙身躯中的心 直接挖出 那心脏还在跳动 被孟昊狠狠一捏 轰然碎灭时 凝聚出了一滴白色的血液 这一幕幕 让四周所有看到知晓 无论是妖修还是修事 都内心一颤 对于孟昊这里的狠辣与凶残 深刻的了解了 就在内心提醒自己 日后若不是万不得已 不要招惹眼前这个梦号 修事如此 那些妖修 哪怕再有仇恨之感 可如今也都沉默了 赤发老者 面皮抽动了一下 满脸煞气 可又无法发泄 大秀一甩 转身远去 他怕自己再留在这里 必定会控制不住的 孟昊神色平静 从储物袋内 将另外九滴海龙心血取出 十滴白色的血液 融合在一起后 化作了一滴 送入了储玉烟的口中 这才将储玉烟 重新放入了储物袋内 做完这些 他身体一晃 竟没有丝毫停顿 直奔前方距离这里 最近的金门而去 孟昊墓中有寒光一闪 仅仅是杀戮了一些 妖修 还不足以让他内心的 怒意全部泄去 对于寻常妖修来说 或许已足够威慑了 可对于道境而言 尝不到痛 则日后麻烦或许还有 既如此 这赌约就是孟昊如今 手中的刀 他要用这把刀 让妖修一脉的道境 心痛灵时 三亿仙玉 数量之大 任何人都会怦然心动的 哪怕是道境 哪怕是妖修一脉 这笔仙玉一旦输了 也会让他们如出了血 而一想到三亿仙玉 孟昊的心也在颤动 他呼吸微微急促 他的双眼冒出强烈的光 拼了一切 也要将所有的金门石碑 接在前十 孟昊深吸口气 速度加快 掀起呼啸之音 很快的就来到了 最近的金门石碑前 这是第五座金门石碑 孟昊一眼看去 隐约间在那金光内 似看到了一处修罗战场 无边的杀戮似在这里永恒的持续 第五金门石碑 杀戮试炼 也叫道心试炼 孟昊双眼一闪 他身体向前一步迈去 刹那间就踏入金门石碑内 身影一瞬消失 几乎在他消失的同时 后方九海神界的修士 大范围的来临 孟昊与妖修一脉的赌约 不说人尽皆知也是差不多了 尤其是孟昊的杀戮 与妖修一脉道径的对抗 更是撼动了所有人 再加上这一次的豪赌 使得时间不长 这第五金门石碑的四周 人数众多 九婆等人 以及无性妖修老祖 相互都在半空 也在关注 所有金门石碑都在前十 此事太难了 就算孟昊这里 第九金门石碑是第二 可其他石碑 每一座都不同 尤其是那第一金门 更是注重威亚 四周众人 纷纷低声议论时 九婆与凌云子 相互看了一眼 兜幕中有精芒一闪 更加注意 第五金门石碑 就连 妖修一脉的老祖 也都目露一芒 第五金门石碑 一个很特殊 很特别的试炼 与此同时 在这第五金门石碑 内的世界里 孟昊身影刚一出现 放眼看去 整个世界一片光明 鸟语花香 灵气弥漫 如同仙境 孟昊一愣 低头时 他穿着一件陌生的道袍 而所有的位置 是一处连绵众多的山峰中 一处庞大的广场之上 在他的四周 赫然有数十万的修饰 密密麻麻 无论天空还是大地 都在整齐的排列 更有一股肃杀之意 阴阴惊天 使得天空出现了乌云 遮盖了阳光 正前方 有三个身影漂浮 全身光芒万丈 让人看不清模样 外族入侵 欲灭我等所在之界 他们邪恶无边 蕴含无上魔念 是星空凶魔 而你们身为宗门弟子 此战要杀 杀戮无边无近 可我们没有退路 有沧桑的声音传出 就在这声音回荡的一瞬 如今 他们正在赶来 而同时 在宗门内 在你们之中 也有人早被凶魔化身 声音回荡时 那三个全身光芒万丈的身影 同时一挥手 顿时 这数十万人群里 赫然有近乎三成 全部身上出现了一层光 这些人都一愣 神色更有茫然 而他们身边的修士 则全部后退 孟昊的身边 也有两个修士 全身出现了光 老祖 这 我不是凶魔 我 这是怎么回事 老祖 我们是宗门弟子呀 这些人 立刻惊呼 一个个颤抖 害怕得不得了 更有一些愤怒 觉得被冤枉 可回答他们的 只有一个字 杀了他们 很多人沉默了 孟昊尽管与这些人不认识 可却有种很熟悉的感觉 而四周的其他修士 也都在迟疑 只有不多的一些 立刻选择了出手 一时之间 杀戮弥漫 我不是凶魔 我是宗门的弟子 一声声凄厉的嘶吼 从这些人口中传出 他们不断的后退 更有人流下了泪水 郑师兄 我不是凶魔 师姐 我是凡生啊 我是你师弟啊 眼看杀戮展开 孟昊皱起眉头 对于这试炼 他有些摸不清头绪 就在这时 忽然一个全身有光 被指定是凶魔的中年男子 仰天发出凄厉的笑声 哈哈哈哈 陈某不是凶魔 而是宗门的弟子 今日 为证明自己 死又何妨 师弟们 不要让其他人 沾染我们的血 我们就算是死 也要死的 有尊严 他说着 右手抬起 直接轰在了额头 身体 砰的一声 鲜血喷出时 弃绝身亡 所有人沉默了 很快的 一声声惨笑传出 这些人里 赫然有大半的弟子 全部选择了 结束自己的生命 死 也不会死在 同宗的手中 今日我可以死 但死前 我要说 我不是凶魔 轰鸣不断 一具又一具 尸体倒下 很快的 当四周 再次安静时 那些被指定的 认为是 凶魔之人 全部死亡 可无论是出手的 还是没有出手的弟子 此刻都沉默 内心复杂的同时 看向前方 那三个身影时 已有了 压制不住的质疑 梦浩心神震动 这一次的试炼 让他觉得非常特殊 这试炼不是杀戮 也不是倒心 而是 另有目的 孟浩深吸口气 他发现 之前的那一瞬 这里 真实的程度 让他甚至有种 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而是 完全成为了 这个宗门内 弟子的感觉 因为 他居然 也对那三个身影 产生了 质疑 四周安静 一片沉默 血腥的气息 弥漫 地面上 一片鲜血 死亡之人 几乎绝大多数 都是 不忍让同门 沾染自身鲜血 选择了自己 结束生命 以死明智 一些逃出的 也在逃出的过程中 形神俱灭 一声轻叹 从前方三个身影中 传出 李师兄 你也是凶魔 随着声音的传出 立刻三人里 顿时有二人联手 本源气息 竟在这一刻爆发 直奔那第三人而去 这三人 赫然是 道敬强者 那第三人 苦涩中 神情复杂 他没有去辩解 只是轻叹 三人在眨眼间 彼此出手 轰鸣滔天 那第三人后退 靠近了孟昊 所在的人群 他抬起头 望着天空上来临的二人 再次轻叹 真的 有凶魔入侵吗 无畏的损耗 又有什么意义 老夫大县 本就即将到来 活不过百年 罢了罢了 不管你们为何这样 那些晚辈都可以选择以死明治 老夫 岂会畏惧死亡 他说着 回头深深的看了眼 包括孟昊在内的所有弟子 那目中带着不舍 更有祝福 右手抬起 在自己的额头上狠狠一拍 这一拍之下 他身体一颤 竟有无数的本源气息 从他的体内轰然散出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